前去花蓮的時候,我住的是一個青年旅館 那地方很舒服,他是拿一個廢棋的軍營 然後他乘住那個廢棋的軍營,然後連碉堡 就是連那個戰衛兵的碉堡都改成一個房間 你就是這樣子搭片窗這樣看海,就這樣看著往幾次了 那真的是有美好耶,如果有機會的話,真的可以試看看 好,我們今天看到樓梯了 這些樓梯在退潮的時候,有些是會向風的 就可以直接走上去的,這也是10T坪 所以差不多要吃飯囉,來各位,等一下我們這個 下車呢,按照昨天中午的做法 就是我們一樣是四個滿桌,就是四桌的菜都沒有差別 所以呢,我們一樣一桌做八個,一桌做八個 按照昨天做中午的做法 我們下來呢,這個吃個海鮮 然後這個下來吃個海鮮,休息一下